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直接用星辰塔罩住我的小星宇宙 然后大肆杀戮这些介绍 罗峰道 不过要操纵星辰塔变这么大 那么罗峰也不能离太远 主人 摩罗萨大惊 连道 主人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嗯 罗峰一眼看去 原本停留在第一轮回时代区域的那第一部分 四十五万介兽 突然开始两两配对 完全靠近一起 主人 摩罗萨大惊 第二部分四十五万介兽 已经在主人小星宇宙周围了 只需要一分钟 即可以迅速清晰到 可以吞吃主人小星宇宙的范围内 而第一部分所有介兽 却开始两两配对 开始彼此厮杀吞吃 就那么一会儿 就已经死掉超过十万介兽了 罗峰脸色大变 他明白了 那四十五万介兽两两厮杀 而后胜者继续两两厮杀 注定会诞生出六级介兽来 罗峰要不要去阻拦呢 若是要阻拦 那么包围罗峰小星宇宙的四十五万介兽 绝对会毫不留情地吞吃掉罗峰小星宇宙 如果罗峰不去 而是保护自己小星宇宙 那么 只能眼睁睁看着六级介兽诞生 小星宇宙破灭 六级介兽诞生 注定必有一个发生 这是阳某 逼着罗峰做抉择 二者只能选其一 罗峰言中瞬间坚定了 我没得选择 为了心中守护的一切 便是牺牲性命都值得 更别说仅仅只是自己小星宇宙了 小星宇宙即便破灭 也只是代表无法再提升而已 虚拟宇宙 漂浮神殿中 原始宇宙众真神奇距 高高悬浮着的宇宙海海图 标示着一切 九幽真主 星空十足 石化岛珠等一个个真神 都盯着海图上的秘密麻麻光点 个个担忧着 解数分成两部分了 真神们担心着 坐在上方的白袍罗峰也不隐瞒 面对生死危机不值得隐瞒 诸位 现在介兽分成两部分 有四十五万介兽正环绕我的小星宇宙 随时可立即靠近进行吞斥 另外一部分 同样是四十五万介兽 则是在遥远第一轮回时代 原先小星宇宙区域 整两两配队厮杀吞斥 胜利者继续两两配队厮杀 如此继续下去 那四十五万介兽中会进化出无比可怕介兽 一旦到达六阶 那么我都没希望了 六阶介兽 分身万千 自己实力再强 杀死一个罢了 在无形规则限制下 摩洛峰也会被迫出来 和那六阶介兽厮杀被杀死 那六阶介兽一旦成为王者 直接孕育出大量战士 那一些战士比六阶介兽还可怕 浩浩荡荡大军 绝对能扫荡一切 两两周队厮杀 如此下去 会很快进化出超级介兽的呀 只有银河领主 才有希望去打断这一切 可是银河领主若是到了那里 围绕他的小新宇宙的四十五万介兽 却会立刻囤执掉他小新宇宙啊 下帮真神们 一个个传言议论 焦急讨论 一时间 谁都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两难选择 介兽们本是高傲的 他们每一个都妄图成为王者 而现在这种两两捉对 其实并不够公平 比如二阶介兽 他一般会和其他的二阶介兽厮杀 这样不断成长 而现在如果两两配对 逼得他必须和三阶介兽厮杀 明知是送死 他也必须上 还有负责围困罗锋这四十五万介兽 单身六阶概率又低了 这种分配并不公平 若是没有足够威胁 介兽们绝对不会用这种方式 决出最后的王者 可是 罗锋太可怕了 令他们各个服从 最终残酷地厮杀绝血 虽然残酷 却有效 令罗锋等宇宙海各族物 立刻陷入绝境 罗锋俯瞰下方 下方真神们各个议论 罗锋 坐在罗锋身侧的 混沌城主传言道 他们的想法其实不用稳 都是希望罗锋你去凭啥 虽然这样会让你的 小新宇宙破灭 可你的小新宇宙是否破灭 其他各族是根本不在乎的 只是他们不敢说 唯恐惹怒了你 罗锋点头 他明白这一点 我没得选 罗锋传言给老师 混沌城主轻叹一口气 是啊 没得选 诸位 罗锋俯瞰下方 开口 下方众多真神 全部抬头看来 个个仔细聆听 度过戒术浩劫是最重要的 我会立即前往 第一轮回世代区域 竭力应对戒术的威胁 罗锋道 老师 银河 立刻有人类真神喊起来 像火穷真主 哄他们更是交集 如果选择出发 像罗锋的小新宇宙那般大 其他真神 即便是过去帮忙守护 也是很艰难的 几乎注定会被戒术们吞吃掉 那样罗锋的前途就断绝了 再有法更进一步了 不用劝我 罗锋道 我小新宇宙够大 或许能坚持更久 可是 可那是四十五万斤兽啊 火穷真神 交集到 罗锋摇头 我没得选 原本还想劝的人类真神们 都安静了 连难免生出一丝幸灾乐祸年头的妖族 虫族等族真神们 也顿时是心中一尘 是啊 没得选 连银河领主都没得选 他们各族就更加悲哀了 只能期望着银河领主成功 否则注定得殒灭 此次我出发 并无十分把握 罗锋摇头 那在第一轮回时代区域的四十五万斤兽 彼此厮杀已经死掉很多了 他们各个分散开 只有捉对厮杀时 靠到最近的两个斤兽才会彼此厮杀 使得我即使要杀 也无法大规模解决 下方真神心中在一尘 我会全力去对付戒兽 至于保护各自小星宇宙 就靠你们自己了 我无法分心了 罗锋道 一片安静 真神们一个个彼此相识 他们虽然心底不愿接受 可也明白 连罗锋都无法保住自己的小星宇宙 他们的小星宇宙想保全 就更难了 银河灵主 你去吧 你都不顾自己小星宇宙安慰了 我们即便损失小星宇宙 又算得了什么呀 对 我们朝头轮回的可能性 本就低到可以忽略 有没有小星宇宙 根本没多大区别 银河灵主 不用分心我们 解数浩解 我们都无法出力 自然不能影响银河灵主你 各族真神们这时候还是明白轻重的 灭杀戒兽是头一等大事 至于其他的 一切皆可牺牲 即便不甘心牺牲 可接受大军真的围杀过来 他们的小星宇宙 又如何能抵挡啊 他们必须接受这一切 同时期盼着 罗锋能成功 这是一场真正的浩劫 浩劫下 能生存 便是胜利 当各族真神们议论纷纷时 坐在最角落的座山客 却是默默看着这一切 嘴角阴阴有着一丝微笑 果真是我的弟子 都看不出他的挣扎和犹豫 明心渐性 直知本心 即便成为宇宙海第一强者 他的心依旧那般清澈 没有被蒙上尘垢啊 坐山客很清楚 在施力弱小时一步步爬起时 或许能做到明心渐性 直知本心 斩掉一切诱惑 可是成为最强存在时 那时候自然可以要求更多 拥有更多 人的心也会越加贪婪 想要的会更多 这时候要继续保持清澈本心 就难了 罗峰 坐山客传言道 坐在最上方的罗峰不由看来 看向坐山客 老师 罗峰传言过来 你一切出发 去应对接受威胁 至于你的小新宇宙 你就不必担心了 坐山客道 我会立即前往你的小新宇宙 暂时住在你的小新宇宙内 我有一宝物 竭尽全力下 应该能保住你的小新宇宙 不被吞吃 什么 坐在上方的罗峰吃了一惊 旁边的混沌成煮 也感觉到罗峰似乎心态变化 不由转头看他一眼 老师 你说 能保住我的小新宇宙 罗峰震惊万分 坐山客继续传言 嗯 对 那老师你自己小新宇宙呢 罗峰连追问 我只能保护一刻 坐山客直接回道 言下之意 当坐山客进入罗峰的小新宇宙 全力帮罗峰使 他自己的小新宇宙 却是分不得心去守护了 罗峰劫了 老师 你自己小新宇宙一旦被吞吃了 我这小新宇宙 不必多说了 坐山客道 我即便朝头轮回也没什么用 你活着更重要 我耗费无尽心力培养你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有潜力 怎么能就这么轻易断绝了前途 那不是令我无尽岁月的期盼成空了吗 罗峰一正 是啊 自己前途断绝 自己舍得 可是想过坐山客吗 坐山客老师培养自己 自己若是无法再进一步 的确让坐山客期盼落空了 不必多想了 坐山客道 我成不了虚空计 没什么 你朝脱轮回才是最重要的 等将来 一切秘密 你自会知晓 到时候便明白老师为什么这么做了 去吧 全心去对付 接受吧 你的小新宇宙 老师 宁死也会保他周全的 罗峰坐在高高王座上 看了眼远处坐在角落的坐山客 随即闭上眼 心在颤 或许坐山客想利用自己 或许有其他什么计划 可是亿万纪元来 自己成长路途上 坐山客从未要求过自己帮什么 而是一直坐山客在帮自己 甚至到现在 坐山客一旧在帮自己 这份恩情之大 甚至可以说 他的帮助其实是远远超过真眼 混沌对自己帮助的 只是因为一直觉得坐山客有什么计划 所以心中才有隔阂 可是不管怎样 坐山客一直在帮自己 即便舍弃他自己的小新宇宙 也要帮自己 老师 罗峰默默道 歹得接受好结果 我守护的一切能安好 我罗峰宁死也会报你大恩的 搜的一下 在无尽巨大元室宇宙魔壁处 一道身影直接穿过魔壁飞处 他有着一身银甲 身后更有着五对羽翼 解兽 罗峰眼眸中掠过一丝胸蟒 随即便直接消失在 无尽的混沌气流中 当罗峰离开元室宇宙同时 在银河圣地 通往罗峰小心宇宙的 宇宙通道之门外 盘西坐在一座山峰上的坐山客 飘然而来 他眼眸中有着平静 没有丝毫悲喜 而早就得到命令的护卫们 自然不敢阻拦 任由坐山客直接飞进了宇宙通道中 在罗峰小心宇宙中 坐山客飞入已逐渐成形的 未面空间内 苍茫大地也逐渐成形 坐山客仔细观察着 微笑点头 这宇宙构架真是不一般的 虽然不知道宇宙构架真面目 可是馆中窥暴也可见一般 坐山客也能隐约感觉到不同之处 罗峰 坐山客一挥手 旁边出现一座雅枝宫殿 坐山客直接步入其中 同时说着 我便呆在你的小心宇宙内了 现在那四十五万介兽 就在你小心宇宙之外 你仔细感应清楚 一旦他们进宫 你就立刻告知我 是 老师 远处天地间传来声音 四十五万介兽 现在并没有攻击 只是一种威慑 罗峰总不能让坐山客一直守护吧 要守护自己这么大的小新宇宙 代价一定不小 自然等到介兽们开始吞吃时 再通知不迟 在小新宇宙另外一处 一艘舰船内 罗峰神力化身 正在和摩罗撒在一起 主人 现在那一片区域的介兽数量 已经锐减到不足五万了 摩罗撒连到 罗峰点头 此刻本尊已经临近那一片区域了 现在本尊没有继续前进 因为此刻还没有准确目标 毕竟这么多介兽 一旦对一个动手 其他介兽各个会知晓 所以 一旦下手 必须得带着一条大雨 自然就是要等 摩罗撒 你只管盯着 同时感应清楚 没头介兽气息 罗峰道 有的介兽吞吃得多 有的介兽吞吃得少 吞吃得多的 给我盯紧了 觉得差不多能诞生五阶的 立即通知我 从四十五万锐减到不足五万 平均九头介兽活下一个 可事实上是 一些厉害介兽 厮杀吞吃更快 或许能吃了二三十头介兽的 而有些则是胜利得很艰难 可能厮杀许久 才决出胜利 或者才吃掉五六头介兽 这成为五阶概率 当然就是不一样了 是 摩罗撒攻净应导 时间流逝 罗峰清晰看到那 巨大模型上的那一片光点 在不断减少 围绕自己小新宇宙的 四十五万介兽 一直没有动静 显然 自己没有动静 则对方没动静 一旦自己攻击或者其他 这些介兽们 也会做出相应反应的 不足三千了 罗峰看了那些光点 从四十五万光点 锐减到不足三千光点 锐减之快 可想而知 不足三千光点 即便罗峰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没有单身五阶的吗 罗峰追问 主人放弃 摩罗峰道 现在只是 一四五阶诞生 可是即便诞生也是刚刚跨入 并没有失足把握 主人如果杀过去 便是惊动整个介兽群 得不偿失了 只要再等一段时间 肯定有几个是五阶了 罗峰点头 记住 千万别让六阶诞生 我一定小心 摩罗峰连道 六阶介兽诞生很难 之前那里一共才四十五万介兽 差不多其中三分之二介兽能量 汇聚于一头介兽 才能褪变出一头六阶来 所以主人尽管放弃 我会早早地将有威胁地告知主人的 罗峰点头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不但罗峰心中焦急 在虚拟宇宙众神殿中的真神们 一个个也心焦 可是他们不敢打扰罗峰 主人 可以出发了 摩罗峰忽然道 出发 罗峰眼睛一亮 现在这片区域的介兽总数量 不足一千 其中有三头介兽 铁定是五阶 摩罗峰道 罗峰思寸道 才三头铁定是五阶 这三头介兽 在厮杀吞吃时 一直速度极快 按照他们吞吃的介兽数量 铁定称为五阶了 当然 离六阶还差了不知道多少呢 五阶和六阶比 三十三头五阶 才能诞生一头六阶而已 不急 罗峰咒眉道 我能击杀的介兽数量很少 趁他们更强些时 再击杀 让他们再吞吃一些介兽 介兽数量在不断减少 八百 六百 三百 主人 现在剩下介兽数量 只有二百一十个了 摩洛洛沙焦辑道 铁定达到五阶的有十个 其他七个 应该刚刚抵达五阶不久 而这三个是最厉害的 哦 罗峰一眼看去 该动手了 再等下去 恐怕只会让六阶诞生 概率增高了 三个 罗峰目标锁定了三个接受 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